岳飞被杀后,秦桧是如何处置他的妻子和女儿的,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公元1142年除夕,抗金名将岳飞被宋高宗赐死,接下诏书后,两个狱卒手持铁棍上前,一下一下猛击在岳飞的两肋上,不一会儿功夫,岳飞口吐鲜血,气绝身亡,临死前,岳飞仰天长相,留下了八个大字,天里昭昭,天里昭昭。 一代名将,就此陨落,岳飞死后,临安的百姓悲痛欲绝,千里之外的金国人却奔走相告,谈官相庆,作为南宋中兴的四大名将之一,岳飞不贪财不好色。 战无不胜,功无不克,正因为如此,1137年,宋高宗才将忠兴的大事交给岳飞,可仅仅过了四年,宋高宗就举起屠刀,残杀了这位心腹大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岳飞死后,他的妻子儿女的结局如何呢?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岳飞被捕下狱后,以傅贤在家的大将韩世忠,曾不计个人安危,前去质问秦桧,岳飞究竟犯了何罪? 没想到,秦桧竟大言不惭的说道,妃子云与张献书虽不明,其事体莫须有,也就是说,岳飞父子与张献三人所犯的罪可能存在,也可能不存在,韩世忠听罢,顿氏气得满脸通红,大怒的,相果。 莫须有三字,何以服天下,尽管不能服人,但最后,岳飞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,提到岳飞的死因,很多人会归咎于奸相秦桧, 认为是他杜贤害能,为了自己的利益,才处处与岳飞作对,暗害岳飞,真相果真如此吗? 岳飞临死前发生的一件事,很能说明问题,公元142年10月13日,岳飞被突然召回临安,谁知还没见到皇帝, 就被直接投进了赵宇,负责审问岳飞的是秦桧的亲信,御史台合住,大礼四卿周三位,面对二人的咄咄相逼,岳飞不发一眼,只缓缓解开了一扇,露出了后背上苍镜有力的四个大字,精忠报国,岳飞不用开口,这四个字就已说明了一切,合住见状,对岳飞由来升起一股敬意, 他知岳飞冤枉,便主动找到秦桧,说岳飞实在无辜,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呢? 这时,秦桧意味深长讲了一句话,此伤一耳,我如今所做的一切,只不过在迎合皇帝的意思罢了。 明朝的大文学家文征明在读完岳飞传后,也写了一首《满江红》,其中有一句,千古修花难度错,当时自怕中原妇,笑须须,一贵一何能,冯启玉。 在文征明看来,区区一个秦桧有何德何能,能扳倒名将岳飞呢? 岳飞之死的背后主谋,其实是宋高宗照苟,我们不禁纳闷,曾经无比倚重岳飞的宋高宗,为什么一定要杀掉岳飞呢? 关于岳飞的死因,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,其一,岳飞一心想赢回二省,这才刺激到了宋高宗敏感的神经,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 文征明在满江红,服侍残碑中,也提到念徽亲济反,此身何属,若岳飞迎回徽宗和亲宗二帝,那宋高宗的位置岂不是太尴尬了? 他还怎么继续当皇帝?作为臣子,难道岳飞真的如此耿直?看不出宋高宗的小心思吗? 事实上,在抗击金钉时,岳飞虽常以指导黄龙,迎回二省为旗号。那也是顺着宋高宗的意思说的,续资至通鉴,宋记有这样一段记载,时事中与刘光世,张俊相继如晋,事中奏,金人退兵,陛下必喜。 抵约,此不足喜,为复中原,还二胜,乃格席儿。 宋高宗说,金人退兵不是什么喜事,只有恢复中原,迎回二胜,那才是真正的大喜事。 岳飞之所以打出迎回二胜的旗号,在当时不仅不犯忌讳,反而所处的立场,非常正确,自1137年,宋徽宗病死在五国城之后,岳飞感觉到宋高宗的心里起了变化, 便再也没提过迎回二胜这件事了,由此可见,岳飞也为迎回二胜被杀的说法,根本就不成立。 其二,岳飞身为武将,却请立太子,犯了大机会,1137年秋,宋徽宗病死在金国后,为了拿捏南宋, 金国声称要将宋亲宗或亲宗的儿子赵诺送回开封,另立宋朝,好与赵狗分庭抗礼。 岳飞基于长远考虑,尚书建议宋高宗应尽早立养子赵慎为太子,这一年,赵狗年仅三十岁,可他仅有的一个儿子赵夫,却在苗流政变中夭折了,更难为情的是,赵狗在受到惊吓之后,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,岳飞的这个提议虽然关乎国印,却深深刺痛了赵狗, 他当即言辞警告岳飞,轻言虽众,然卧众兵于外,此时非清所当欲言。 宋高宗这话说的已经相当直白了,岳飞你既然手握众兵,领兵在外,立储这件事,你就不要操心了,皇帝的忌惮之心, 以于言表,然而岳飞此举虽犯了机会,却罪不至死,这从之后,宋高宗还曾计划把刘光氏的部队划归给岳飞管辖,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,所以岳飞因立储被杀的说法,也不合情理。 其三,岳飞阻碍了南宋与金的和谈,故而被杀,1141年,南宋因国立日贫决定与金和谈,岳飞作为坚定的主战派,自然就成了障碍, 金将完颜悟术曾秘密给秦桧写信,而朝夕以和谨,而岳飞方为河北图,且杀无序,不可以不报,必杀岳飞,而后何可承认,完颜悟术将杀岳飞作为双方和谈的前提条件, 秦桧为了促成和谈,在宋高宗面前邀功,自然千方百计构陷岳飞,实现完颜悟术的心愿,宋高宗作为一个皇帝,手下大将被构陷谋反, 难道他就真的信了?从宋高宗的角度分析,我认为,当时的他应该是相信了的, 即便他不相信岳飞会即刻谋反,也相信他有这个谋反的能力,为何这样说呢? 其次,岳飞有谋反的能力,岳家军虽然明义是朝廷的军队, 可在宋高宗看来,却相当于岳飞的私家军,这支军队不仅人数多,而且战斗力强悍, 近人一提起岳家军就闻风嗓胆,纷纷感慨,汉山意,汉岳家军难, 除了手上有这支军队外,岳飞在道德,人品上还很完美, 同为中兴四大名将,张俊、刘光世、韩世忠三人都贪财好色, 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,可岳飞呢?不仅家务一才,还一声不耐切, 对女色敬而远之,这样的岳飞本该是朝廷之姓, 可宋高宗却不这么看,自宋朝建立之日起, 这个王朝就埋下了一个祸根,那就是因为自己得国不正, 所以一直在提防手下特别是武将造反, 如今,岳飞正当盛年,既不贪财不好色, 在军中也颇有威望,他若想反,那不是一呼百应, 手到擒来吗?再加上,鸟流兵便让宋高宗对武将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, 趁着宋金和谈的契机,岳飞的命运就这么被定好了, 他虽然没有谋反,宋高宗也没有找到他谋反敌, 确切证据,但他太强,太完美了,对皇帝来说, 留着他始终是个祸患,所以岳飞非死不可, 岳飞死后,岳家军和岳飞的妻子儿女也遭到了灭顶之灾, 岳飞一生有两任妻子,五个儿子,两个女儿, 他的第一任妻子刘氏,在岳飞为参军前就嫁给了他, 并先后生下了长子岳云,次子岳雷, 1122年,年仅20岁的岳飞离家抗金, 正是踏入军律生涯,岳飞离家前,对刘氏千叮宁万嘱咐, 希望他能在家照顾好老母亲和两个儿子, 谁知,刘氏以为岳飞在战场上凶多吉少, 在没收到岳飞死讯的情况下,便离家改嫁他人, 得知刘氏改嫁的消息后,岳飞十分恼怒, 在给宋高宗的奏书中, 他毫不掩饰到吕冰渡河之日, 刘臣欺是老母,不欺欺两经更加, 臣切骨恨之。 后来,岳飞因履历军功, 升任郑无品伍德大夫和英州刺事, 而刘氏又再一次改嫁给了韩世忠的一个首相, 韩世忠得之后,便写信告知岳飞, 希望他能重新迎回刘氏, 结果,岳飞只是派人给他送了五百罐钱, 便不再与他联系, 岳飞死后,刘氏因与岳家来往不多, 故而因祸得福,免于受罚, 1130年,岳飞在江苏宜兴驻军时, 遇到了一位美丽聪慧的女子李娃, 并与之结为夫妻, 与刘氏贤贫爱妇, 铁石心肠不同, 李娃是一个贤惠的妻子, 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, 她嫁进岳家后, 不仅将刘氏的两个孩子视为已出, 还在大军的后方, 为岳飞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, 而他自己也生下了岳飞的三子岳林, 四子岳振, 五子岳矮, 四女岳银平, 岳飞被刺死后, 宋高宗又两下了两道诏令, 安排岳家人, 张献, 岳云定义军法施行, 岳飞, 张献家属, 分送广南, 福建陆州军居馆, 岳举存亡文奏, 岳飞, 张献家业及墨入官, 岳云原本不用死的, 但秦桧听从了妻子王氏的建议斩草要除根, 这才添油加醋, 为岳云四处罗织罪名, 直至将他和张献一起以谋反罪处死, 岳飞, 岳云被杀后, 岳家的家产被没收, 岳飞的妻子李娃及另外四个儿子, 两个女儿, 岳云的妻子儿子共十三人, 全部流放广东惠州, 他们被流放时, 岳飞的五子月矮年仅三岁, 四子月镇年仅六岁, 如此小的孩童, 在千里之遥的流放路上会承受多少苦难,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, 在流放之前, 岳飞的次女岳银平未给父兄申冤, 四处求告, 结果不但申诉无门, 反而备受欺辱, 绝望的岳银平只能坠井而死, 老百姓感念其忠烈, 便称他为银平娘子, 岳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流放帝会州后, 才发现苦难远没有结束, 负责看管岳家人的地方官, 为了讨好秦桧和宋高宗, 故意将他们积压在兵马都间衙门后面的一处逼色的小房子里, 全家十三口人每天只能靠朝廷发放的一些微薄口粮勉强度日, 岳飞的次子岳雷音时常痛惜父兄的遭遇, 不久寒奋而死, 在岳家如此境遇下, 又为张州之舟, 竟然还给宋高宗尚书, 请求断掉他们的粮食供应, 让岳飞早点绝后, 宋高宗看过之后, 都惊呆了, 便把奏书转给了秦桧, 好在秦桧并不算泯尽天良, 他当即驳回了这位之舟的奏书, 还将这封奏书转给了李娃, 诗人提起这件事, 大多愤懑不已, 对这位张州之舟更是恨之入骨, 连他的名字都不愿在外面提起, 岳飞的家人日子不好过, 曾经威名远洋的岳家军, 也没好到哪里去, 岳飞死后, 岳家军内部就出现了分化, 忠于岳飞的部将或被杀或被贬, 参与陷害岳飞的部将, 也被调离了岳家军, 岳家军中最精锐的一支骑兵, 被围军被颠入了禁军, 其他岳家军, 要么与其他队伍合并, 要么被就地裁撤,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高压政策下, 一度让金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, 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, 公元162年6月, 宋高宗以眷秦为由, 将皇位善让给了养子赵匡英的七世孙赵慎, 即宋孝宗, 宋孝宗与宋高宗不同, 是个坚定的抗金派, 他即位的赐月, 就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, 为岳飞及其家人恢复清白, 并以立改葬, 访求其后, 特意录用, 在宋孝宗的支持下, 礼部开始公开悬赏岳飞的遗骨, 直到这时, 才有人敢站出来, 说出当年岳飞被害之后, 发生的真相, 公元1142年除夕, 岳飞死后, 一个叫伟顺的狱卒, 感念岳飞的忠义, 不忍看到岳飞的遗体随便丢弃, 便悄悄背着岳飞的遗体, 逃出了大理寺诏狱, 借着明亮的夜色, 奎顺将岳飞安葬在了北山, 金济江杭州西湖区宝石山, 水边的王显庙旁, 为了方便后人艳名正身, 奎顺还将岳飞生前所佩戴的翠玉戒指, 放到了他的腰身下面, 这个秘密, 奎顺一直到临死前才告诉儿子, 整整二十年后, 岳飞的遗骨, 才被正是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的七霞岭, 又过了十六年, 南宋为岳飞追赠四号五幕, 宋宁宗即位追封异姓王时, 岳飞又被追封为恶王, 历经数十年后, 岳飞以性命为代价, 这才换来了死后无比的尊崇,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啊, 162年10月18日, 岳飞的家人也被赦免离开惠州, 岳家出已死的岳云, 岳雷得以副官和赠官外, 岳飞的妻子, 岳林, 岳振, 岳矮, 岳云的两个儿子, 岳雷的四个儿子, 都被授予正式官职或名义官阶, 其中, 李娃先是恢复了秦国妇人的称号, 后又加封为楚国妇人, 一直活到74岁, 寿中正寝, 在古代, 她也算是高寿了, 而岳林先是被授为八品又成侍郎, 后又被任命为广西青州之县, 兵部侍郎, 追封为转中侯, 岳振先后担任江南东路长平察岳公事, 户不夺之四郎中, 江东提举等职, 后被追封为姬中侯, 岳矮被宋孝宗赐名亭, 虽然只是担任了奸潭州首宗正洁室这样的执事官, 但他后来也被追封为旭中侯, 岳飞的子嗣世系绵长, 如今岳飞的后裔已有二百万人之众, 他们遍布于中国两岸三地, 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地, 不管身在何处,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五, 他们都会焚香祝导, 纪念岳飞的诞臣, 岳飞虽是, 但岳飞魂永存, 岳飞虽是,